回宫 娘子 这几日 可曾听见温大人的劝说 如果跟温大人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也是不错的 锦西 你是最明白我的 又何必来试我呢 我是不会和温世出在一起的 父亲病重 困在宁谷塔 真是一族没有人来照顾 从前云里能为我做的 如今都要靠我一人扛气 温世出帮不了我 我只能靠我自己 好 娘子既然心意已决就不会是一个人 奴婢和幻婢都会追死着娘子的 只是不知道 娘子预备怎么做呢 云里死得蹊跷 我不能不理会 她去滇葬之前曾和我说过 准格尔部叛乱至今未平 常有戏作混入滇葬 她的意外 是滇葬乱民 还是准格尔戏作所谓 都不得而知 更或许 还和宫里有关 可无论是哪一种 眼下准备我一己之力 根本无法为她报仇 我府中的孩子 注定要成为姨父子了 可是国君王一脉 不能以我而终止 这个孩子 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分 好好长大 还有我的父亲 我从前不补隐忍 只为能保住他们平安 可是如今父亲 突然病重在凝固她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娘子 你想要做到这些 这天下 可就只有一个人能帮你啊 不错 云里曾告诉我 皇上 曾在梦中换我的名字 我虽然没有十足地把握 但我要尽力一时 我要用皇上的手 皇上的权力 来报仇 娘子 这一步可是难之又难 险之又险 你想清楚了吗 我还有退路吗 云里死了 我真以己之身 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小姐的意思 是要和皇上重修于好吗 若是小姐和皇上在此相会 恐怕只瞒得了一时 要是有朝一日惊动了宫中 有人起了杀机 那咱们 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回宫 回宫 温大人 华儿 我很难看是不是 怎么能这么说呢 只是近几日 气血有些不足 面色有些暗淡 我有着身孕 气血不足对孩子不好 劳烦你开些 意气补血的药给我 还有 从前的神仙玉女粉还在吗 这好端端的 怎么想起神仙玉女粉来了 小姐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 只是小姐这样憔悴之力 生出来的孩子又怎会好看呢 所以要吃一些意气补血的吃食 再加上神仙玉女粉内外兼养 你更好好的待自己 就最好不过了 那些意气补血的药衫 要见效快的才好 我讨厌看到自己这样病痒痒的样子 好 意气补血 用东阿阿娇胶即可见效 我会每日配了拿给锦西 你一定要细心调养 来 我给你爸爸卖吧 卖下花儿冲和并无不妥 花儿 你一定要细心调理 就在伤心动气了 太医院空有差遣 我还得回宫后命 药物会尽早给送过来 锦西 你且送送温太医 是 温大人 我要回宫的事 先别叫他知道 是 终究不过是一色诗人 身边 身边实在没有什么 可以让他为我所用的东西了 酿子错了 苏培生跟着皇上一辈子 什么没见过 说买苏培生最好的办法 绝不是金箔和利益 那 苏培生是身子残缺的人 不能娶妻生子 才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苦楚 所以宫中 才有太监偷偷地与宫女相好 结成对事 就当 彼此安慰彼此的苦楚 料胜于无 锦西 我不许你为我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最好的打算了 奴婢与苏培生是同乡 奴婢刚入宫时 苏培生对奴婢 也是颇为照顾的 而且入宫这么多年 苏培生对奴婢 也并非无意 奴婢愿意尽力一事 锦西 你跟着我已经受尽了 旁人没有受过的辛苦 险下还要为了我 要与他结尾对食 这在宫中虽是常见 可他终究不是男子 娘子 这条路 奴婢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你再劝也是没有用的 奴婢不是说过 只要你决意回宫 奴婢为你做什么 都是愿意的 至于以后 不度如何知道 万一幸运 苏培生 就是奴婢 终身的依靠了 奴婢去收拾收拾 你要去哪儿啊 苏培生在宫外 有一个私宅 奴婢知道在哪里 也有把握能见到他 今夕 你实在不必为我这样 咱们总还有别的法子 这是最好的法子了 再说 娘子回宫 奔对苏培生无害 如果有一天 娘子真的在父得宠 对苏培生只有好处 再加上 奴婢的 一些微薄力量 此事便可有把握 娘子放心